目前国内器官捐赠人数和等待人数落差相当悬殊 慈济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李明哲 二十五年来投入东部地区器官移植手术券目 超过数百个家庭受贿 今年七十五岁的陈福安是一名退休的公务人员 从小肾脏就不好 五十三岁时开始洗肾 家住北部的他远赴东部求医 幸好等了两年后终于等到捐赠者的肾脏重获新生 医生表示器官券目移植这条路相当漫长 台湾根深蒂固的民情 生死官以及文化习俗都让器官捐赠推行相当不容易 尤其在东部因为人口资讯量都少 券目是更加困难 因此开始着手规划如何关怀家属 在券目的前中后期该做些什么 慢慢一点一滴将SOP建立起来 根据财团法人器官捐赠移植登陆中心最新的统计 目前等待器捐移植患者高达一万多人 其中又以肾脏七千多人等待人数最多 医师认为 国内虽然有优秀的医疗团队 却面临器官捐赠的短缺 未来将继续努力让爱能够延续 记者我有谢气温推广 感谢观看